Here we go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La da da Final就一遍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凡 如今新歌 原创作品严重难缠 网红翻唱歌曲 倒是遍地都是 但这都不算什么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那些经典歌曲 不是被进行了磨改 就是用来扭屁股 若接不但引得一众网友 义愤天殃 就连央视也忍不住来点名匹病 到底是哪些经典被磨改之后 让全网恶评不断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首日本八十年代著名歌手 村下肖葬的代表作出列 早在二十八年前 就被香港歌手林志美翻唱过 当时还被作为周星驰电影 《时神》的插曲 但可惜的是 歌曲一直没能大火 但如今时隔多年 被回春单乐队 在八月改编发行之后 歌曲不仅在短视冰冰台 掀起了翻唱热唱 播放量更是达到了5.5亿次 但俗话说树打招风 这歌红了 也逃不过被网友们 拿来扭屁股的命运 这不 网红小姐姐们又扭带起来了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 梦默的处后亦从来没缘 分分钟都慌忙与他相见 在路上碰撞亦落上几天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 梦默的处后亦从来没缘 分分钟都慌忙与他相见 在路上碰撞亦落上几天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阴谋改黄梅戏 而被央视六公主公开内涵的小潘潘 虽然面对着四面八方的质疑声 她终于公开道歉 并演唱了所谓的正常版 但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了 她还曾将儿歌葫芦吧 改编成了妩媚版 你这是想救爷爷吗 我怎么觉得你这想吃了爷爷呢 你确定用魅影去唱儿歌不会交坏小朋友吗 但是我不明白 为啥还有那么多网友为小潘潘打抱不平呢 说她这是在打破传统实在进步 但对此我只能用郭德干老师的一段话回你 其实艺术来说她是一直不断被打破 但是呢她还是有她的规矩存在 巴勒克时期到古典到浪漫 确实她打破了一个形成了下影 这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点她的民俗 她得是内行打破 打破的得是内行里边顶级的天才 大家都看大班区的中秋歌会了嘛 其中陈伟廷翻唱的一首粤语版《漫步人生路》 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说这首邓丽娟在八十年代发行的歌曲 跟我在短视频听到的打不太一样啊 这条没瞪眼咱先不说 咱们也得把这满嘴塑料粤语练好啊 嗨 还是希望大家在毁哥的路上迷途吃饭 管我们乐坛一片净土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